好但其實大家關注的藍白河也因為參選人各持己見 現在是始終沒有結果 讓中間的立委小金們是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傳出柯文哲願意先來幫國民黨立委這個參選人來站台 希望用自身這個年輕人的高人氣來跟國民黨做互補 大選倒數藍白如何共推候選人還無力看花 哇我的媽媽你的爸爸 我愛媽媽我愛家 一邊藍一邊白臉屌屌 盧秀燕站台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嘉欣 另一邊還有民眾黨的蔡壁如 藍白河在臺中成功實現 但未來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有沒有機會親自幫國民黨小雞站台選將有期待 我倒覺得從有共識的地方先開始 那如果說柯文哲也放出訊息說 他願意幫藍營的立委候選人站台 我覺得我們黨部要趕快做出一些調整 希望有侯友宜柯文哲雙母雞加持 畢竟從民調就可以看出柯文哲在二十到二十九歲 和三十到三十九歲的支持度都大幅領先 侯友宜百分之十五以上 想藉著柯文哲在年輕人群體中的高人氣增加年輕票 雙方合作有望讓藍加白成為國會多數 不過黨內也有人持反對意見 要依據我們基本的政黨政治的理念 所以在這個跨黨站台的部分 目前可能還是有困難 不管是立委或者是總統的部分 有結果以後再來做討論 現在講都還言之過早 畢竟兄弟登山 如果我們可以邀請柯文哲站台 那跟邀請賴清德站台 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政黨之間還是有奮進 總統藍白河搞不定侯柯有沒有空間幫對方小姬輔選 還得看雙方需求 就算國民黨選將和柯文哲都有意願 恐怕還得等國民黨中央捷徑 不能找柯文哲站台的規定 記者無選區 丁俊廷 台北參與播放